习近平强调,人类社会发展进程曲折起伏,各国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历程充满艰辛。 当今世界,多重挑战和危机交织叠加,世界经济复苏艰难,发展鸿沟不断拉大,生态环境持续恶化,冷战思维阴魂不散。 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又一次来到历史的十字路口。 为此,他提出五点主张。 要坚守人民至上理念,突出现代化方向的人民性。 要秉持独立自主原则,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。 要树立守正创新意识,保持现代化进程的持续性。 要弘扬利己达人精神,增强现代化成果的普惠性。 要保持奋发有为姿态,确保现代化领导的坚定性。 习近平指出,实现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始至奋斗的梦想。 中国共产党一百多年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追求民族复兴的历史,也是一步不断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历史。 经过数代人不懈努力,我们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。 中国式现代化,即基于自身国情,又借鉴各国经验。 即传承历史文化,又融合现代文明。 即造福中国人民,又促进世界共同发展。 是我们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。 也是中国谋求人类进步,世界大同的必有之路。 习近平强调,中国共产党将致力于推动高质量发展,促进全球发展繁荣。 我们将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,不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,持续放宽市场准入,让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。 随着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推进,我们将为世界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, 为世界提供更大规模的中国市场和中国需求。 我们将坚定支持和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,实现工业化、现代化。 为缩小南北差距,实现共同发展,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。 我们愿同各国政党一道,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。 习近平最后指出。 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征程难免遭遇坎坷,但前途终归光明。 中国共产党愿同各方一道努力,让各具特色的现代化事业汇集成,推动世界繁荣进步的时代洪流。 在历史长河中滚滚向前,永续发展。 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,总统拉马福萨。 南苏丹苏丹人民解放运动主席,总统基尔。 尼加拉瓜桑蒂诺民族解放阵线总书记,总统阿尔特加。 委内瑞拉统一社会主义党主席,总统马杜罗。 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,总统武器齐。 蒙古人民党主席,政府总理奥云俄尔登。 东立问人民解放党主席,政府总理卢瓦克。 巴布亚新几内亚攀古党领袖,政府总理马拉佩。 格林纳达民族民主大会党领袖,政府总理米切尔。 俄罗斯统一俄罗斯党最高委员会主席格雷斯洛夫。 哈萨克斯坦阿玛纳特党主席科莎诺夫。 多哥保卫共和联盟总司库,国民议会议长采纲等,在对话会上致辞。 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。 热烈祝贺习近平再次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,国家主席,中央军委主席。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、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对话会,并做总结讲话。 他指出,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主旨讲话,系统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探索现代化道路的认识, 提出了全球文明倡议,表达了中国共产党愿同各国政党一道, 推进具有本国特色的现代化事业,来自150多个国家的500多个政党和政治组织的领导人出席会议。